美国财经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针锋相对 美国将韩国指定为 预备非法捕鱼国 韩国通用工会 封杀美国进口车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9月21号至9月23号 在北京天安门地区 以及长安街沿线 将会举行国庆70周年 庆祝活动第三次全流程演练 为了保障演练活动的安全 顺利地进行 天安门地区 以及相关的道路 将会分时分段地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那么市民们可以通过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的网站 查看具体的信息 提前安排我们的出行 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 也发布公告 预演期间 以及国庆活动当天 在天安门广场 以及周边地区 将会燃放烟花 我们知道近年来 发改委是多次发文 要求各地推进门票降价的工作 让利于民 鼓励旅游产业的发展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 也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 潜力的意见 明确继续推动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那么各地可以结合 实际的情况来制定 实施景区门票的减免 还有景区淡季的免费开放 演出门票打折等等政策 临近十一黄金周 我们看到河南 浙江 湖南 山东等多个省份 出台了景区门票的降价 或者是免费的措施 在近日湖南长沙市发改委 发布了关于 优化景区门票结构 以及降低部分景区 门票价格的通知 宣布自10月1日起 优化长沙天心阁阁楼门票 长沙生态动物园门票 并且降低长沙 靖港古镇景区 还有长沙光明蝴蝶 文化主题公园的门票价格 在浙江省 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 江南第一大佛 新昌大佛景区 十一也将会降价 而在山东的泰山景区 三孔景区等多个景区 都调低了价格 要知道眼下 正是宁夏的酿酒葡萄 收获的黄金时间 在赫兰山东路 57万亩酿酒葡萄 将曾经的山荒地 变得美丽丰饶 越来越多的葡萄酒的酒庄 也都扎根在了这里 丰收的喜悦 在这片土地上敬险 我现在是在宁夏赫兰山东路的 酿酒葡萄基地 一大早呢 这里就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我身旁 大家看到的这一箱箱的酿酒葡萄 就是工人们刚刚采摘上来的 我们来看 这个葡萄的果实 都非常的均匀饱满 而且颜色呈现深紫色 这些都说明 果实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么今年呢 由于降水量少 温度适宜等有力的气候条件 加上越来越规范的 科学化种植和管理 让这里酿酒葡萄的产量 比往年要提高20%到40% 葡萄园里 一串串酿酒葡萄正丰收待摘 工人们正在采摘的葡萄品种 主要是赤霞猪 希拉等品种 它和鲜石葡萄相比 果粒要更小 今年已经89年了 但是种植这个方面 离开这89年之间 今年葡萄风暑最后的一年 葡萄着色期的时候 还有蓬大期的时候 它的那个温度 它基本都 最20度 30度这样 所以说葡萄中期上的国粒 很均匀 很饱满 那个整个的 它的气候各方面 都比较平衡 这是一个 第一个呢 这还是一个管理也很关键 像气人就不好 气人不要从外 都今年不要从外少 然后这我们管理 今年也很大位 今年跟网民比 都增长最少20% 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 葡萄酒产业 目前赫兰山东路 酿酒葡萄种植面积 已经有57万亩 当地建的酒庄 有57家增加到 如今的上百家 这里出产的葡萄酒 多次斩获国际金奖 今年收获的这些高品质葡萄 对酿酒行业来说 意味着一个好年份 今天的原料质量是 这三年来是最棒的 那么在酒庄里面 我们做出来的酒的话 不管是从颜色 香气还是口感 都要优于前面两年 那么我们会尽我们所能 做出好的产品 那么消费者也可以期待 安利酒 荷兰山东路的产品 现在又到了一年 瓜果飘香的季节 陕西省多地的 猕猴桃 无花果 葡萄 还有冬枣等 涨势喜人 一派丰收的形象 最近又到了 猕猴桃上市的季节 由于生长期雨水丰沛 今年保机梅线的 猕猴桃涨势喜人 全线30多万亩猕猴桃 预计产量可达49.5万吨 产值将突破50亿元 在梅县金曲镇京东快递的网点前 正忙着帮果农 发快递的青年叫罗宾 在外地工作的他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就会像候鸟一样 准时回到老家 利用自己的电商平台 和代理快递业务 帮家人和乡亲们销售猕猴桃 梅县的话 像我这种的话比较多 在外面上班的 然后一到这个季节 都回来帮父母 在网上推销猕猴桃 销售发件的话 一天能发个1000单左右 三个月下来能赚个20万左右吧 截至目前 梅县有各类电商企业467家 个人电商经营户达到4000多户 快递网点已覆盖到每个自然村 截至9月中旬 发货量已经累计550多万件 同样忙着收获的 还有杨陵柔谷镇 白龙村无花果种植户们 挂满枝头的无花果 让整个基地 都弥漫着丰收的果香 我们这个产量到目前已经销售了 络绎不绝 所以根本不成小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的19号的晚上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那么距离白宫 大约3公里的街区 发生了枪击事件 当地的电视台 原因警方的声明称 至少有6人被枪杀 目前大批的警力 已经到达了事发现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几周 印度尼西亚 苏门达拉和加里曼丹地区 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 大火引发的浓烟 不仅污染了印尼的空气 还波及到了邻国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还有泰国等国 当地时间19号 马来西亚政府就宣布 如果说空气污染指数 突破了500点 那么就将会启动机制 来宣布受影响的地区 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 受印尼森林火灾影响 几周以来 马来西亚多个地区 一直笼罩在烟霾之中 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 处于不健康 或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 著名地标建筑双子塔 在厚厚的烟霾下 也变得模糊不清 许多到此参观的游客 因为看不到美丽的景色 而大失所望 相关部门表示 受连日烟霾天气的影响 当地生病就医的人数 急剧增加 很多民众称 感到眼部不适 19号与20号两天 马来西亚全国 近2500所学校停课 至少170万学生受到影响 由于能见度变低 霹雳州苏丹阿斯兰沙机场 的所有航班被取消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 一旦空气污染指数突破500点 就将启动机制 宣布受影响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同时还将进行人工降雨 驱散浓烟 马来西亚的邻国新加坡 近几周也被从印尼漂来的烟霾 所笼罩 随着烟霾情况日益恶化 人们开始担心 本周末将于新加坡举行的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F1 会受到烟霾的影响 此外 这波烟霾还影响了 泰国南部地区 19号 泰国南部宋卡 沙敦 亚拉 和北大年等四个省的烟霾 达到危险级别 相关部门警告当地民众 尽量不要进行户外活动 离开室内时要佩戴口罩 据悉 本次印尼的森林火灾 是由于印尼农民烧巴啃荒 为新的种植剂做准备引起的 但目前印尼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 为了控制此次森林大火 最近几周 印尼政府已经派出 数千名军人和警察来参与灭火 那么此次影响东南亚多国的 烟霾污染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有多大呢 灵火和烟霾背后 还有哪些经济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看CNBC财经评论员 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本次灵火和烟霾 可能带来的损失是多方面的 那除了人员伤亡之外 起火附近的生物多样性 遭到破坏 而起火也造成当地棕榈种植 和工厂生产受到中断 受烟霾影响 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 多个国家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 而印尼当地媒体报道 一些国外旅行团 也已经取消了原定赴印尼的旅行计划 在现阶段对于这一次灵火和烟霾 污染的具体损失还很难计算 但它已经成为了2015年 东南亚烟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据世界银行估算在2015年9月份的 烟霾危机中 单单印尼一个国家的损失 就达到了约160亿美元 这其中涵盖了对农业 林业 贸易 旅游业和运输业的影响 以及学校停课紧急响应和灭火 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对民众健康的短期影响是包括在内 但是长期影响无法评估 目前关于烟霾的具体原因和规则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 以及其他受影响国家之间 还存在一些争议 但是多认为是由于印尼农民 和相关商业活动参与者焚烧林木造成的 印尼当地一家研究公司 近期发布的报告认为 棕旅游产业至少需要为 2000年至2018年期间 印尼 普罗州岛的森林面积减少 负39%的责任 研究团队还认为说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算 棕旅游产业在印尼的经济发展中 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旅游出口国 它和排名第二的马来西亚 一起占了全球棕旅游产量的85% 对于棕旅游产业需要为零火和烟埋负责的说法 印尼相关部门曾经表示说没有事实依据 但印尼也承认 本次零火99%为人为因素 目前大家更为关心的是 零火和烟埋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 非常遗憾的是 今年的干旱和高温为灭火工作和人工降雨 都带来了挑战 而印尼起火店有不少位于所谓的泥炭地 这些地区的有机物累积是非常的丰富 一旦起火可以烧上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所以预计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东京奥运会将于明年的7月24号至8月9号举行 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何应对酷暑以及降低酷暑 给运动员还有观众带来的健康威胁 在日本国内成为了热门话题 7月和8月是东京温度最高 湿度最大的月份 最高气温通常在30摄氏度以上 以今年为例 东京今年夏天遭遇持续高温天气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 从7月1号至8月18号 东京中暑死亡人数达到101人 其中91人为65岁以上老年人 去年同期 东京也有164人中暑死亡 那么明年奥运会时 高温和酷热会给选手们 带来多大影响呢 这引发不少人的担忧 本月15号 东京举办了一场马松比赛 比赛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 许多人都想通过这场比赛 来检验赛事组织者 运动员和观众 能否经受住 明年东京奥运会炎热天气 带来的考验 9月份天气尚且如此 明年7、8月份奥运会举办时 炎日天气将是更大挑战 不仅运动员和观众觉得热 医学专家也明确指出 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 人们面临的最大健康威胁是中暑 最近的一段时间 一些国家和地区灾害频发 燃烧多时的亚马孙雨林的大火 仍然在持续没有减弱的迹象 而热带风暴伊美尔达登陆美国 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还有伤亡 日前 亚马孙雨林大火 蔓延到波利维亚和巴西的边界地区 官方统计称 过火面积已达100万公顷 且并未有减弱的迹象 有消防人员在参与铺救工作时 因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医 此次山火 不仅对救火人员的生命 造成严重威胁 一些动物的生命也危在旦夕 波利维亚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但目前该国的大片土地 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热带风暴伊美尔达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自由港登陆 给该地区造成大范围降雨 并造成60余人死亡 在休斯顿连续的降雨 使得一些城市道路被洪水淹没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 德州部分沿海地区的降雨总量 可达89厘米 大量民众被困家中 医院工作人员正在组织他们有序撤离 据当地媒体报道 虽然伊美尔达的威力已有所减弱 在未来48小时内 雷暴天气和洪水仍是最大威胁 据红十字会和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 19号在此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因气候变化导致的风暴 干旱和洪水等灾害 将使全球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 大幅增加 到2030年 与此相关的支出 可能升至每年200亿美元 该组织呼吁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增大投入 以减少灾害风险 避免援助开支不断膨胀 依旧是和气候相关 最近数名科学家 在英国的《自然期刊》上发表文章称 如果说气候变暖 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 那么到了2070年 全世界的珊瑚礁可能会全部消失 正常情况下 珊瑚会呈现多种色彩 这些颜色来自寄居的藻类 这些微小的共生藻通过光合作用 为珊瑚提供能量 而海水温度上升会让这些藻类消失 珊瑚就会白化 最终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以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澳大利亚大宝礁为例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升温 2016年和2017年 大宝礁连续两年出现大规模珊瑚白化现象 特别是2016年 约67%的珊瑚白化 受影响最严重的品种死亡率高达90%以上 不断升高的海水温度 还破坏了珊瑚的再生能力 今年4月的一项研究发现 大宝礁新生珊瑚数量 比历史水平下降了89% 原本物种丰富的珊瑚礁群发生退化 还导致鱼类 海鸟等生物的栖息环境遭到压缩 8月底 大宝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发布了5年一次的大宝礁体检报告 将大宝礁的前景展望 从糟糕调低至非常糟糕 专家警告称 未来新的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 几乎无法避免 大宝礁珊瑚礁群 存在整体崩溃的可能性 第74届联合国大会 已经于17号在美国纽约开幕 但是因为沙特石油设施 预期美伊关系剑拔弩张 伊朗能否出席联合国大会 也因此存疑 20号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 伊朗总统鲁哈尼 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 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府发放的签证 可以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19号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再次否认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石油设施遇袭事件有关联 同时发出警告 如果说伊朗遭到了军事打击 那么会引发全面战争 伊朗方面表示 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 已获得美国政府发放的签证 扎里夫将于20号抵达 纽约联合国总部 鲁哈尼则将于23号抵达 19号沙特国防部的防空警报 在首都三个区域上空冥想 据了解 这次防空警报演练 没有影响利亚德市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接受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采访 当被问及 如果美国和沙特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将如何应对时 扎里夫警告说 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伊朗将发动全面战争 他说 伊朗不想进行军事对抗 但为了捍卫国家和领土 伊朗不会后退 扎里夫在采访中同时表示 伊朗希望避免冲突 且愿意与沙特及阿联酋对话 不过他也强调 除非美国履行2015年签署 伊核协议时的承诺 全面解除对伊制裁 否则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 扎里夫在采访中再次否认 伊朗参与了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 他表示 宣称对此事负责的野门胡在武装 也已加强了军事能力 他们有能力发动类似的军事行动 19号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呼吁为局势降温 同一天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也呼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沙特国防部18号公布了 沙特石油设施预席初步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袭击事件中包括伊朗生产的无人机和新型导弹 并认定袭击与伊朗有很大关系 对此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侯赛因萨拉米19号表示 伊朗目前非常强大 以至于一些国家错误地胡乱指责 伊朗是任何地区性事件的幕后黑手 他同时补充说 伊朗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 已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以应对当前局势 在当地时间的19号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向众议院提交了报告书 将韩国列为了预备非法捕鱼国 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一下 在韩国首尔的财经频道 特约记者张小娟 小娟你好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是将韩国 列为了预备非法捕鱼国 这个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 而且近期韩美两国 在经贸合作的动态上 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好的思玄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在报告中提到 2017年12月 有两艘韩国远洋渔船 在南极水域渔场 关闭通知下达后 依旧捕捞作业 韩国政府事后判定 其中一艘渔船无违规嫌疑 对另一艘渔船 则做出了缓期起诉的处分 美方认为 韩国政府没有对这两艘渔船 做出正确有效的违规纠正 严重违反了 国际渔业管理机构的管理方针 从而向韩国发出了黄牌警告 美方表示 将在今后两年内 对韩国政府的改善措施进行评估 若两年内 韩方的改进措施 不尽人意或尚未完成 则将被正式列为非法捕鱼国 届时 美国或将启动 限制韩国水产品对美国出口 禁止韩国船舶停靠 美国港口等相关的制裁措施 那今天上午 韩国海洋水产部对此表示 已经在加紧推进 韩国远洋产业发展法的修订案 目前新的修订的法案 正在国会审议当中 另外就近期 韩美在经贸合作的最新动态上 我们还关注到 继韩国通用汽车工会的 全面罢工之后 昨天韩国通用汽车工会表示 将从本月24日起 发起抵制购买通用汽车 新车型的运动 受抵制的新车型为 通用汽车在美国生产的 两种新车型 韩国通用汽车从美国进口后 在韩国销售 分析认为 韩国通用汽车工会 意在通过此举 向美国通用汽车施压 以争取韩国通用汽车 今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 目前韩国通用汽车的人川工厂 尚未得到2022年后的 新车型生产计划 而如果一直没有 新车型生产计划的话 届时工厂或将面临规模缩小 甚至关闭 以上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 谢谢小娟 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 法国财政部长勒美尔19号 在与德国财政部长夏尔茨 以及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 阿尔特曼尔 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航空业补贴争端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欧盟希望能够和美国 共同找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不过如果说美方没有意愿解决争端 并且对欧盟施加制裁 那么欧盟也随时准备好 向美国施加报复性关税 勒美尔还强调贸易摩擦 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但是如果说面对美国的制裁 欧盟出了反击 别无选择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爱牙护健康 牙疼真是病 我国的居民牙周病的患病率 是90% 需求日增 我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市场的规模 大约是240亿元 新规新算法 五年期以上LPR利率维持在4.85% 关联房贷利率早知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是第31个全国爱牙日 那么今年的宣传的主题 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是药人命 然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牙疼它不仅是病 它和心脏病 糖尿病 消化系统疾病等 全身的系统疾病 都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今年3月 家住山东辽城的王先生 由于左下大牙 牙齿松动 牙疼难忍 就在当地的小诊所 把牙拔掉了 可拔掉之后 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疼得更厉害了 9月初 他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后 被确诊为口腔癌 后到现在 有半年时间了 他是最近发现的 好像有个肿块 一直是认为是发炎 没想到是肿瘤什么 郑磊是王先生的主治医师 他告诉记者 口腔癌是全球十大 致死性恶性肿瘤之一 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晚期的口腔癌患者 经过有效的综合治疗 五年生存率 大概在40%左右 但是早期的口腔癌 治愈率非常高 通过正规治疗 五年生存率 能达到80%到90% 长期试验试酒的 咀嚼病人的人群 长期暴赛的工作的人群 老人带的那些修复体 或者说假牙 不合适 反复地对这个黏膜的刺激 并且不良的溃疡 这样的高危人群 他患口腔癌的几率 要远远高于普通人群 欧阳祥英 从事口腔癌周研究36年 他告诉记者 癌周病是最常见的 口腔疾病之一 我国近90%的成人 患有不同程度的 牙周疾病 牙周病不仅和牙齿有关 还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专家认为 菌斑和牙食是导致 牙周病的罪魁祸首 虽然我国提倡早晚两次 刷牙多年 但是从第四次 全国口腔健康 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来看 刷牙情况最好的 是35到44岁年龄组 这个年龄组 也只有47.8%的人 每天刷牙两次或以上的牙 其他年龄组 这一比例仅刚超过30% 我们如果能做到 每天早晚两次刷牙 然后餐后跟零食后就漱口 然后刷牙的时候 使用含肤牙膏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随着老百姓 对于口腔健康的不断重视 近年来 中国的口腔清洁护理用品行业 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中国迅速成为了 世界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最大的生产国 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家住北京的刘先生 从小就注重牙齿保护 半年或者一年会洗一次牙 半后会使用牙线 漱口水 因为我们家里两个人 然后牙刷的话两个月大概换一次 牙膏的话基本上两个月用一管 再加上牙线 漱口水 一年花费在400到500左右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负责人 告诉记者 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属于高复购 高渗透率的产品 在生活用品中销售占比较高 主要以牙膏牙刷为主 还包括漱口水 牙线 舌苔清洁刷等 这三个月基本上是 每个月以大概10%的一个增长率 在增长 像漱口水啊 还有那个口喷这类的商品 增幅是比较大的 跟去年相比大概三倍的 一个增长速度在增长 不仅在线下 线上口腔清洁护理用品的销售额 也呈上升趋势 天毛平台数据显示 2019年4月至8月 电动牙刷 电动冲牙器等 口腔清洁护理仪器销售额 同比增加87% 牙线 漱口水 口腔清心剂 等非仪器产品 同比增加48% 其中牙粉增长最为明显 销售额同比增加182% 我们口腔类的产品 近五年一直是保持在 大概7.8%左右的增长 大概的市场规模 是在240亿左右 再过五年 牙膏市场应该能达到 300亿左右的规模 那整个口腔清洁产品的市场 大概能达到350亿的规模 在今天上午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了新一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LPR 那么一年期的LPR是4.2% 比上个月下调了五个基点 而五年期以上的LPR是4.85% 和上个月保持一致 从10月8号起 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将会以今天公布的LPR 为基准加点形成 那么记者了解到 全国的多个城市的银行 已经明确了房贷利率的报价细则 记者了解到 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 为LPR加0.55% 也就是55个基点 二套房贷款利率为LPR加1.05% 也就是105个基点 按照今天公布的五年期以上LPR计算 10月8号后 北京首套房和二套房贷款利率 分别为5.4%和5.9% 与现行政策下 首套房5.39% 二套房5.88%的利率水平相比 差距不大 略微上涨 拿贷款100万来举例吧 贷款100万首套贷25年 新政会比过去的政策 一个月多还6块钱 所以对于客户来说影响不大 记者书里发现 不同城市间房贷利率加点政策 也有所差异 不同的房价走势 影响着房贷利率加点的幅度 会根据当下我们这个城市的房地市场的特点 或者它的变化的趋势来进行判别 比如说我现在的房价的上涨幅度比较高 那我可能在这个利率上 在往上加点上往上调一些 这种加点它更加灵活 它每个月可以一调节 相当于对于市场的变动 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反应机制 在9月19日 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主办的 首届全球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论坛 在青岛开幕 全球激光显示产业链的近百家中外企业的人士 共同来谋划激光显示产业的未来 激光显示是全球第四代显示技术 具有健康护眼和超强的色彩表现力 超大屏幕 节能等传统显示技术 无法企及的优势 对于长期保守日韩显示技术 和产业控制的中国企业而言 蕴藏着实现技术反超的机会 激光电视未来可以大于可为 从激光电视自身的产品技术特点来讲 它是可以已经建立了 在超大尺寸方面的显著的优势 然后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相信能够在更小尺寸上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惊喜 据了解 中国已经被选为 国际电工委员会激光显示工作组的赵吉国 主导和参与制定了多项 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 激光显示技术也成为首次 由中国企业主导掌控产业链 话语权的颠覆性创新技术 这个产业实际上中国布局是非常早的 而且这些产品在全球也是具有国际化的竞争力的 那么我们其实觉得整个显示 像这个超大尺寸进化演进这个过程中 激光电视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欢迎回来 巴西最大的美食节 里约美食节近日开幕了 美食节上人们不仅可以品尝美食美酒 还能够了解巴西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 在本届里约美食节上 人们可以品尝到巴西国内各地区的特色佳肴 海鲜 肉类 蔬菜等各种食材相互搭配 构成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巴西美食 画面中的这几道菜肴 就起源于巴西的亚马逊地区 由巨骨蛇鱼制作而成 得益于当地对非法捕捞的严厉打击 巨骨蛇鱼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加 美食节现场还设有专门介绍 美食原产地的小型展区 鱼船模型激发了小朋友们的兴趣 孩子们忍不住拿起船桨 体验当渔夫打鱼的过程 除了美食 人们在这里还可以品尝美酒 巴西甘蔗酒Kashaza 直接由甘蔗汁发酵酿造而成 口感浓烈 颇受巴西民众的欢迎 现场的调酒师们 用Kashaza兑上汽水或果汁 再加入一点柠檬等水果 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 而参加美食节的酒商们则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美食节 进一步提高Kashaza的知名度 拓展国际市场 此外 在本届巴西美食节上 环保议题也受到了关注 据了解 今年是里约美食节 举办的第九个年头了 每年美食节大约都会吸引超过 5万人前来参加 近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举行了一场世界冲浪联盟职业比赛 选手们展现了高超的冲浪的技术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一块来感受一下 这些浪尖上的档巴舞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